這個的話實際上就是Tether 加上Labs 加上Value 不過也有同學說老師那我如果不用這麼多三個函數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簡單一點其實當然也可以啦 你甚至可以用 第二種方式 比如說年次 如果我用另外一個方法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插入函數裡面你可以找到像 日期時間函數 這邊其實另外一個解法就是你可以用什麼用那個異爾函數 異爾的話呢就是你給他一個日期格式 他會只幫你取得的是異爾部分 不過呢取回來的會是西元年 OK他不會是民國年 所以你取回來之後的話 你可能還要在自己怎麼樣 減掉多少 1911 但是你減完之後呢 因為他會誤以為你減完之後會是一個日期 所以你可能還要再做一件事 按右鍵 把他的格式怎麼樣 改成通用格式 按確定 這樣才OK 因為有時候日期減日期 有些日期 計算 他會很 怎麼樣 太自動了 自動誤以為日期 就幫你格式 所以你改回來就OK了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這樣的結果也是OK的啦 那因為 這個地方 你想說 我為什麼要 繞一圈 主要就是 教你TESLA 當然以後呢 解法非常多啦 一定不只是只有兩種 還有很多 那你們主要 是希望你們可以活用 什麼地方用哪些函數 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就是 把你的結果做出來 是正確的 當然 沒有人會特別說 你這個地方該怎麼做最好 你們老闆也不會特別去看 你這個地方用這個函數 用這麼多幹嘛 不會啦 反正做對就好了 結果OK就沒問題 所以 這個地方 我們 也許可以用一耳 所以順便講一下 另外的話 再利用 樞紐分析表 那我講過 樞紐分析表 一定要是 上面 下面第一列 記得一定要是什麼呢 一定要是欄位名稱 下面就是他的資料 第一筆 第二筆 第三筆 類似像這樣的架構 那另外的話呢 你需要分析的欄位 一定要存在 如果沒有存在的話 那你也沒辦法做 後續的統計分析 所以這邊 假設按確定 我剛剛做這個地方 那你當然可以再利用什麼 樞紐分析圖 去 把它 這個你要的圖給 變出來 當然我剛好提過 你可以用直條圖 這個是也是一目了然 不過如果你要強調的是比例的話 你可以用圓形圖 有沒有按確定就可以 那圓形圖 將來其實這個都可以配合VBA的 然後你比這個地方 當然你可以把最多的 最多是哪一塊 這一塊 往外拉 往外拉的話 就點一下 再點一下 第二下是點你要拉的外面 然後往外拉 第一下是點整個 第二下是點你要拉的這個區塊 第三下是往外拉 所以其實就是點三下就對了 那再來還有一些技巧 順便講一下 因為蠻重要 一般習慣上面是希望有標籤啦 因為不然哪一塊 你可能要看這個叫圖例 不清楚 一般就按右鍵 會怎麼樣 新增資料標籤 有沒有 通常會 把它 放在哪裡 放在整個 所以可能要整 整個把它選 不能只選那一塊 不然會變成 新增資料標籤 那這個標籤 它只會給你這個數字 所以這個數字 通常不對 那怎麼辦 按右鍵 你可以把它那個格式 按右鍵之後有個叫 資料標籤格式 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 類別名稱 然後再加上 百分比好了 這樣就比較清楚 按確定 那你的位置要放哪裡 它這邊是自動調整 我也許一般喜歡 中點外側 放外面 OK 然後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把需要的這個圖 給做出來 最後其實 這個標題看你需不需要加 如果不加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叫圖例 如果圖例這個不要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這個圖例 把它關掉 Delete掉也可以 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 這個 7年級生 佔比大概 百分之57 我的會員裡面 這個最多 然後再來6年級生 41 最少的話就五年級生 這樣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的 潛在客戶 到底以哪個部分 比重最多 OK 大概是這樣 那其他這個部分呢 未來都可以結合 VBA 不過如果你要 把VBA程式寫出來 其實 有點難度 那有的時候 你如果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製的 然後再修改 所以呢 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講 如何 透過錄製聚集 來怎麼樣呢 來幫我們 這個產生 我們要的這個功能 那裡面的話 當然第一個 我們也許 做個模擬需求吧 也許我的需求 是這樣的 我希望 可以把這個 剛剛這個地方 我待會希望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 按下 他這個地方 全部幫我做完 另外一個按鈕是 按下之後的話 把資料刪除 兩個功能 一個是 叫 什麼 叫串接吧 就是把 按下去串接 一個是清除 這要怎麼做 不過在做這個之前的話 特別注意 你不需要把原來的資料刪掉 那你只需要先做第一個動作 先把 錄製聚集的那個功能 先打開 那跟各位講 預設的話 這上面不會有那個叫 開發人員標籤 你必須要把開發人員標籤 把它叫出來 那怎麼叫出來 特別注意 一 請你點選上面這個箭頭 二 點選其他命令 找到制定功能區 這邊會有一個叫什麼 開發人員 特別注意 大概幾個動作 不要找 找錯位置就好了 其他功能 這邊制定功能區 打勾 按確定 那你就會發現 你這邊會多了一個叫 開發人員的標籤出來 那出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你就會有一個叫做 錄製聚集 的功能 也就是說 後面我們如果要 把 程式 把那個功能 動作變成程式的話 就可以從這邊進來 那你錄完的東西 他會幫你把它放在聚集裡面 如果你要重新編輯的話 你就可以再到VBA裡面去編輯 所以這個功能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那怎麼做 我是建議 你們先彩排一下 因為他錄製嘛 錄製有點像 你就開始 開始錄製就有點像 按一下那個 Record的 動作 那只要你做任何動作 他就會幫你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做NG動作 他也會把它錄下來 所以你又要盡量避免NG動作 所以待會的話 彩排的話 就是 游標記得不要直接就放這裡 這就NG了 因為你 點的這個動作 他一定要幫你記下來 所以你不能直接 因為你如果放這裡 你這樣點 他 沒有記錄任何動作 OK 所以 請你先把游標 先放外面 好 第一個動作 1 放在這個 游標放在 12儲存格 2的話 輸入公式 你想說 老師那公式要不要刪掉 不用 你就直接把游標放上面打勾就可以了 表示說 你輸入了這個 這邊的公式 他不會先檢查說到底有沒有公式 反正就輸入公式 3 快點兩下這個填滿 當然你向下拉也可以啦 不過我建議是 快點兩下 他就向下全部填滿 OK 好 三個動作 記得 應該OK吧 1 2 3 好三個動作 第一個按鈕完成 所以你如果不NG的話你就入字 第二個動作是什麼 清除嘛 清除就 1一樣放這裡 2 整個選取 整個選取我不建議你用這樣拉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用這樣拉 他記錄就記錄到你現在的那個儲存格 如果以後你的儲存格增加或減少 他就無法判斷 所以怎麼辦 我建議 1放這邊 2的話請你用快速鍵 入字句用快速鍵蠻重要 Ctrl Shift 再加上向下 Ctrl Shift向下 OK 然後呢 3按下Delete 好 這樣OK 應該沒問題吧 好 實際上來做一遍 錄製聚集 然後這邊的話 第一個也許就叫 名稱自己可以取個叫 串接好了 而且我叫串接 反正就是 三個資料的串接 不對 NG了 為什麼 因為公式被我刪掉了 Ctrl 字一下 所以一定要先保留 NG 還好 沒問題 NG重來就好 你重新再輸入蓋過去就OK 所以NG 沒有關係啦 好 錄製聚集 再來的話就串接好再打 串接 OK 按確定就開始了 按下去就有點像你按一下錄影鍵 按確定 1有不要放這裡 2 點一下打勾 3快點兩下 好 錄完了對不對 請你記得呢 怎麼樣 停止錄製 你都忘記錄一直錄一直做充電 結果錄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程式 停止 好了 那程式在哪裡 就在這裡 OK 我們再錄下一個 錄製就是清除 這個叫清除 清除 一樣喔 1 按確定之後 1有不要放這裡 2 Ctrl Shure向下 3按什麼 Delete Delete鍵 OK好 停止錄製 錄了兩個對不對 這兩個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再讓他恢復的話 串接 執行 恢復了 清除 執行 有沒有 這樣OK了 你想說老師那這樣很不方便啊 我每次都要切到這邊開發人員才能找到這邊啊 那可不可以幫我把它變成兩個按鈕放這裡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在開發人員的插入有沒有 找到按鈕 然後呢 自己再把剛剛兩個按鈕喔 放到那個你指定的位置 有點像那個小畫家一樣 所以記得喔 插入的這個喔 他按鈕有兩個 請你不要找錯 這個也有一個 不是這個 這個 然後呢 怎麼樣產生按鈕很簡單 點一下之後 然後 他會產生十字 請你按住不要放 像右下 腳 拖拉 跟那個小畫家 產生那個 舉行蠻像的啦 放開就對了 這個時候他會問你說你這個按鈕叫什麼名稱 叫串接 那我的習慣是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為什麼 按確定之後你就知道了 因為他的名稱不會幫你變 所以一般是習慣怎麼樣 把這個名稱呢 貼上這個名 有沒有 串接 那再一個 插入這個 然後就把它 再拖拉一個 這個叫清除 一樣把它複製名稱 按確定 然後這個按鈕2的地方點一下 刪掉之後 把它貼上 這樣就清除了 OK 那我們其實 沒有寫任何程式 但是能不能Walk呢 有了 清除 可以Walk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如何 自行 錄製聚齊 並且採生按鈕 OK 重點回顧 1 把這個其他命令的制定功能去打勾 2 彩排 3 錄製 OK 請各位試試看